欢迎打开罗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珍爱收信中 The Gunsy Literary and Potato Pea Pie Society 感谢片上的邀请我参加了上个礼拜 珍爱收信中的特异 改编至唱小小说珍爱收信中 或者是就称亲爱的朱丽叶 由你是我今生的新娘 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的导演 Michael Newell 指导 Lily Jams Michelle Hootsman 还有Mesh Goodie主演 这又是一部背景设定在英国二战时期的电影 当然它不会像是敦克尔克大行动那样子的战争片 也不会像是最黑暗的时刻那样子的传记片 一如它的中文片名 它是一部跟珍爱还有收信中有关的浪漫故事 不过虽然这么说 这部电影它的拍法 打破了原著小说中以大量书信体为主的形式 不再是以书信往来为主 转为一段主角来到这座岛上之后 以收集写作灵感为由 追真相谈恋爱的侦探故事 收信中这三个字在这部电影的比例 其实蛮少的 故事上有两条时间线 一条是以主角为主的现在 另外一条则是德军占领更西岛的这个时间点 从一个敌人离开之后 百废待举充满希望的时间点 回头去看战争所带给人们的摧残 故事主要发生的场景在更西岛上 一座其实离英国很远 离法国很近的英国离岛 在二战时期 英军一从敦克尔克撤退之后 德国人就占领了这座岛 算是英国少数有在二战被德国占领的领土 岛上的居民也没有很强烈的去反抗德军 只是老老实实的在德军占领的状态之下过日子 等待着敌人的离开 这部电影主要的故事就是看这个主角去追查 一件过去发生的秘密 但是我们这个Lily James 饰演的主角 她就只是一个从伦敦来带着打字机的女作家 于是她能做的事情 也就只有凭着她亲切可爱的外貌 去到处跟人打听这些事情 用一个差不多就是问八卦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去逼近这个残酷的真相 虽然这部电影的重点似乎是在描述战争的残酷 带给这群岛上居民们的伤痕 以及对他们所造成的后续影响 但这部电影的调性 一如岛上的优美风景 是温暖明亮 看完之后你会感到一整个的幸福 疗愈还有美好 甚至那个结局有一点过分美好的感觉 整体来说真爱收信中是让人喜欢很优秀的一部电影 角色场景故事都给人似曾相似 但又能做到相当有意思的新鲜感 不过我觉得在剧本上面有一点分散 两条故事线之间没有很成功的相辅相成 造成戏剧上面的重点有一些凌乱 节奏上面也过于浓缩 有些情节或者是人物内心的转折 好像还没有完整的交代完 如果有多一点的时间让我们去消化 甚至是体会 我想这部电影会更加好看很多 毕竟故事的主题是庞大的 战争所带给人的影响 但是最后却收拢在主角身上的结局 老实说是会让我有一点摸不着头绪的 更可惜的是书籍和信件的意义 在这部电影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到 而把所有人拉在一起的 是一种不管他们受到多可怕的摧残 一样是有办法在废墟中重建或重生的那股精神 只要人还保着这条命 就可以苦中作乐 就有办法重新站起来 感觉像这是这个故事所强调的一个精神 Lily James得到一个很不错的角色 她也表现得非常好 她年轻温柔的气质 给这部电影注入了一个不同的风格 只是我还是会想 为什么这个角色没有去找奇拉奈特里来演 真的是太适合她了 Meshul Goudy 饰演主角的出版商 有点类似主角的闺蜜这样子的角色 这完全难不倒她 她表现得非常好 号称世界第一美男的Michelle Hussman 她非常的卖力在这部电影中服务女性的观众 而且英国导演拍的就是不一样 她不需要脱衣服或者是卖肌肉 一样可以在画面上让你感觉到她性感到爆炸 我想封她为全世界最帅的养猪户 应该没有人会有意见吧 我很好奇到底哪个女作家有收过这么帅的奴者来信了 喜欢唐顿庄园的观众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除了主角Lily James之外 还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在这里面 尤其是我最喜欢的三小姐Lady Seabee Jessica Brown Fenderly 她饰演过去的那条故事线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在收信中是一部非常适合 周末时光陪老婆去欣赏的一部电影 非常适合约会 想要撩妹带她去看电影的话 这部电影也会是你很棒的选择 最后是罗比频道回馈观众的时间 我自己买了一本这个 真爱收信中的原著小说 想要送给各位观众 想要得到这本书的人 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爱罗比我要真爱 我想要真爱收信中原著小说 并且按赞 当然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在影片上线的七天之后截止 我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 把这本书送给你 真爱收信中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牛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